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 去卖网红鸡爪 这大家都看过吗 正常了 香港的很多写专栏的文人 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面的 他们就讲香港 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 影响好多演员 也都失业了 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 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 就是按说 谁就做保安了 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 就去做保安了 就被人拍了变成新闻了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在香港市民当中 好像接受起来 就觉得挺自然 就好像 他之所以成为新闻 也是因为他突破了 他对应的事 有点不自然 但是你前面讲的对 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 没有那么传统中国文人的 那种优越感 因为他是一个码头 各方面来的人 你原来地方地位很高 跑到这里 你要谋生 你还是要开烧拉店 对不对 所以一般文化人 在香港 我们以前都说过 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 就是他会讲的比较俗 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 比方说 你同样一记者采访 你请内地的一个作家来说 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 他通常就会 阿富汗最近的局势 或者是中国的 现在这个什么明星的 什么走向 揍起眉头 人文精神 对不对 香港的作家 你要是来采访他 鼎扬文琴 对不对 或者在哪里 他要显得比较熟 对不对 显得你 你周星驰 你去问他采访 他才不会跟你讲 我艺术长久 将来什么生命 他不会这个 那这是一个分别 但即便是这样 现在你一个选美小姐 出来以后去做保安 还是被人家报道 就是打破了社会结构的 冲击太大 那马爷 你觉得这叫不叫 不体面 那对于他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 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 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 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叫适者生存 对 你所谓体面不体面 其实我们今天社会是 因为相对比较稳定 你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明清之间 清朝到民国之间 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 这时候有很多人 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 这个事都放下了 你不放下不行的 社会不给你 不给你其他机会 那你的体面 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 因为我在体面 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 没那么重要 就是你为了活下去 你可能什么事都要去做 只要你不违法 我们前提说不违法 不杀人越祸 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 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 都比较平稳 没有大的动荡 那你改变你自己的 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 尤其是文人形象 或者是被人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 比如什么小姐 什么小姐 玄美小姐 玄美小姐 就叫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 叫玄美小姐 是吧 你让他去说 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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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丽当保安了 是吧 当保安了 嘉丽当保安了 当保安 还有现在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 也许这个嘉丽当保安 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 人家拿它做广告 你都不知道 那叫饭店的体面 对对对 饭店就体面了吗 那体面了吗 那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 就是她为什么去 她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 这个可以判断 她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体面不体面 这事儿说到最后是个社会共识 我们社会怎么认为 它是不是体面 我们现在就是前所未有的 说到那么多不同观念 不同潮流在冲击 你比如说 那个安地窝火 为什么那可口可乐 画那么多就是作品呢 他就是说 你不管是很有钱的人 还是最没钱的人 你们喝到的可口可乐 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买到一个更贵的可乐 或更便宜的可乐 它就是一样 颠覆文化气息 颠覆这些东西 价值观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你说 你一个什么 你文化符号 社会形象什么的 这些遭到了颠覆 就是说 那你最后的 你的生存能力是什么样子 而且刚才 我说就是我们 成为流芳百世的机会 几率是不是越来越小了 我们越来越看到 这个潮流时代 不停地洗刷 我们能成为什么经典 这概率越来越小 那是不是我们 就应该在这一世 接受很多不同的 有个经典 就是写中国传统的 是这个阶层 在社会变化当中的地位的降落 和他的脸面不肯放弃 那就是孔一级 鲁迅就活化出这么一个 那就是考试 本来应该是考科举的人 到了腿都打瘸了 酒钱都欠着 对不对 还要说回字的多少种写法 回字四种写法 这个当代很多这样的人 孔一级 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要用历史之同情的眼光 看起来 孔一级也有值得同情 当然 那个小孩的角度 其实也是让我们同情 你的他已经穷到 连喝杯酒都喝不起 他还回字四种写法 还交旁边 他文化 那我觉得这种人很好 这种人活着 他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 所以他就安平乐道 就是我这么穷 我认了 但我经常比你 起码我认为我比你 这是言回啊 对啊 对吧 一淡食一瓢饮 回也不改其乐呀 这哪 这是作为回字几种写法 孔一级 从这儿买 孔一级 跟言回也能搭上关系 但是你说 他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啊 研究生去卖鸡爪 咱也听说 什么原来 甚至大学教授 可以去卖茶叶蛋 他要卖成了 大家又觉得 哎 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他火了 他变成了一个鸡爪大王 他变成了一个鸡爪拖了丝的 一个总经理 他变成了首富 有啊 那大家背负他 这个教授体面了吗 体面了 这个教授体面了吗 转型体面了 或者就说 获得了新的尊重 我们现在这个认为 只要你成功了 就所谓你有钱了 那就是体面了 你比如那北大的 毕业生卖猪肉 那个事 闹得就前一年闹得多热闹 那叫陆布宣吧 叫什么 我记得名字 是吧 后来我看过他一段采访 就是有人说 他赚了多少个亿 他就说猪肉有那么暴力吗 猪肉没那么暴力啊 猪肉是一个 大家都看得见的 利润是很低的 他是通过他的 其实高等教育 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 他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 同样一个猪 就咱俩一人拿半片 我卖的就比你多 因为我知道 从计算上 怎么能把它计算得更为合理 其实就多了那一点 导致他就比别人 就发了财嘛 那时候又重新对他有认知吗 一开始对他认知非常负面 当他成功以后 对他的这个认知就正面了嘛 你像那个罗永浩嘛 最典型的这个例子 因为他开始做手机嘛 就最初也是就是知识分子嘛 然后做手机 他欠了债以后 不是就去那个直播带货 刚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 大家大量人去看 是一种人设 觉得有点同情他 觉得你怎么也去直播带货了 结果人家做得特别好 那又有了一个新的形象 大家觉得 哎呀做得好啊非常成功啊 为什么丢人呢 但是我看至少人罗永浩 人家对外说的 也算是回也不改旗帜啊 人家说的是 我这是为了还债 对啊 我还完了债 我还是要搞我原来的 他不是要喜欢弄电子产品 还是弄手机 我不知道啊 那意思就是说 我还 我这是还债 我不得不如此 但是我还完了债 我原来的志向该干什么 我还回到我原来的 我本来是个山上道士 武功绝强 现在我欠了债 我在这撂地摊耍个把势 赚你点钱 然后还人账以后 我还回山上 那看一看 底线最不体面的是 妈妈生病了没钱治 这是最不体面的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 对不对 这个有些就是不同层的人啊 你能看出标准确实是不一样 比如说不是还有一个 讲古诗词的教授吗 其实就是在网上讲的多了 你看有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在某些圈子里 这个标准可以严格到 你出现太多了 你曝光太多了 你在网上到处去讲 你这个都有点low 就被认为是吧 他不体面 但是这个教授 最后我发现一番表白 也是实情 我觉得为他挽回了一个体面 他说我的太太身患绝症 那个药啊 贵的呀 可能这个一粒 考虑的1700块钱 一个月吃多少 知道你说谁 对吧 他就是说我得挣钱呢 我得挣钱给我太太 买这个这么贵的药 你看 哎 这马爷刚才分析了 这种道歉 其实还是在还这个 做生意的原罪 就是任何人你赚了钱 就好像是欠了债一样 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 有点值得讨论的东西 我的意思 他这个就是 就是文化 传统文化中 跟当今商业文化中的 一个严重碰撞 对 因为大家认为 你是一个讲唐诗的教授 然后你利用讲唐诗 火了以后 然后你把它变现 大家就不太接受这事 那么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来挽回自己的影响 是什么呢 就是我被迫 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 来告诉你 我的为什么要赚这个钱 那如果说我有一个 极好的收入 他得了癌症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钱 那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你看这篇文章 他讲我这逻辑 不就是吗 不就感觉 非得是我母亲有了病 我的这个什么广告都接 虽然没有啊 都变得似乎是 对 他替你来打 他替我赢得了体面 对 他说他为什么接了广告呢 原来不想接的呢 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 广告是趋利 后面这个家庭这个需要是避害 就得这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 其实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讲 作为一个大学的 这个文学教授 你去什么带货 卖点钱 作为一个这个生意失败的人 去卖货卖点钱 这些都不必再把背后的这件事 跟你讲 可是现在当你成为公众的 这个人物的时候 由于你又利用了公正 对你信任的这个东西 获得红利的时候 那你被迫要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 你要不讲出来 别人受不了 就是说体面 但是呢 当我们表明困境 我的困境的时候 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不体面 它就变成了 也就是个解释 我同意你这个话 是个解释 那你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 中国这么多大学 这么多教授 有多少人去上去去带货去呢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教授 他拉不下这个脸 他即便能带 他拉下来 他也带不了货 现在不要说这个 有流量的明星 有很多上去也不带货 有的人是有流量 看的人很多都是看热闹的 因为你生性不是干这个的 你看干的好的人 人家本来就是卖货的 一个人一行 邀会一行 因为这个今天是 我觉得像这种直播带货 这个是把很多商业 直接推到前台了 过去你是看不见的 过去卖东西 都不都是收货员吗 就是我也趋利避害啊 我对这个带货 没有什么偏见 我主要是觉得 责任付不起啊 你带 你怎么能保证 全是 他哪怕都有合法的证明 万一出了个什么事 你赔得起吗 或者说你付不了这个责呀 我不是说怕丢人哪 我是说我得 要带货 那得一个专业队伍 人家有团队的嘛 都会开箱啊 对对对 那你一定有这个机制啊 真的操作过程当中 不只是一个脸面的问题 不只是一个损害人设的问题 他也是个专业 我参加过 门户网站 戴货 门户网站的这一类的活动 他们就讲 就是很多人叫垂直嘛 就是微信公众号嘛 就是怎么 你怎么来写你的微信公众号 广告就会投到你这里 使得你的每篇文章可以值几万 甚至十几万 什么就很多 讲了一套道理 这个道理我都明白 比方说你的话题要专注 要专门 你要有专业性 你要讲到专业性 但你又要考虑性的品牌的操作 又要听他们暗中的这个引导 使得人家就买这个牌子的书包围 但是所有的这些操作 我上去发言的时候 我说 真可惜啊 跟我从小受到的 关于写作的训练 完全不同 因为我所受到的写作的训练 我要写文章的是 要没有功力 要不要为特定的对象服务 要讲自己的真心话 你看 全都不是的 所以我假如说 也要写这样的公众话 我当着他们的老板就这样说 我假如也要这样写的话 对我来说就困难充重了 那对于旁边那些新的写手 他没有这个困难 因为他没有以前的这套训练 他也没有别的文章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中间的冲突 除了我们刚才讲一个面子上 这个要专 你的本身的 说难听一点 你的研究 你的学问做得越投入 你要转型就越困 这个里边 其实也有真正的 怎么说呢 厉害 以及你要挣长久的钱 还是要挣一时的钱的考虑 每个人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 你比如说 我说 我可以接受 也愿意拥抱这个商业 拥抱这个 但是呢 你是主持人 我现在这个界 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我可以退到哪里 就是我可以做广告 但是广告就是广告 对吧 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不能欺骗观众 我不能把广告的话 当成我自己的话 让观众以为 对吧 因为这个倒不是说我多高洁 而是说 人家凭什么看你的节目 就是因为你说的 我也不敢有信心 谁知道 反正那个意思 就是说 你不能失去 那个基本的一个 我觉得是行业 基本的 不能伤害到你 我说这个 我发现心里没底气 不不不 很有底气 你按照协定 你在节目里 讲一段广告词 什么什么好 这是一回事 对 但你在聊天当中 你本来并不觉得 这个学校好的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好 对 现在你开开玩笑的说 其实是这个好啊 什么 这个就违反 这个就违反 甚至违反了 你个人的操守原则 还有一个是 你的身份决定 因为你是一个文化人 你不是演员 演员演 你听我说 演员演广告 怎么演都没事 因为我是演员 对 但我们这样的身份 是特别不适合 弄这个事 对 你要融进去说的时候 它是带了你的身份 真诚 你身份要融进商品的时候 就风险增大 如果你的身份 融不进商品 比如我问你 你为一个妇女的用品 做广告 就你没使过 这东西 违法呀 你现在 广告法 你如果明星代言广告 你自己 你得有责任的 你对它的 你说你 我代言妇女用品 我没用过 现在我都不是男明星 做女性化妆评论 那他们是用过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反正是应该 你就现在的法律规定 你代言的人 是要对广告的 真确性 负有一份责任的 你看 每个人都有 不光是君子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看连小人 也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什么都肯干的 对吗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线 那 其实我现在觉得呢 有的人的线啊 画的呢 他不肯为这个事 动脑子了 有些原则 黑白分明 你比如说 我们也知道 有些有的 那个老戏骨啊 好像说 王志文就是吧 他就完全不拍广告了 那就是 不动这脑子了 对吧 但是你像我们呢 你动了很多脑子 你得斟酌 他这个 靠谱不靠谱 这个接受不接受 当然动脑子 有动脑子的利益 就是你如果觉得 这个产品很可靠 对吧 我呢 形象跟他呢 也很搭 就是实际上 跟你跟商业之间 是存在双赢的可能的 但是呢 你看那有的人呢 就 我这一条线 我根本不在河边走 但是呢 有的人把线画得更近一些 那实际上呢 你废的这个脑子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 考虑规则 做不做损害什么 人家一点都没考虑过 你 我记得好多年前 咱们的一个嘉宾 在这瞎开玩笑 说 I have a dream 就有一天 每个人都能因其本职工作 和他本人的这个特长 得到他最大的收入 经常是 你做你的这个本业啊 这个是一个可限定的一个收入 但是呢 他有一个边界溢出的现象 你做点别的 甚至不用你这个本业 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但确实收获的这个价格就更高 甚至有些人说 这个以低外养低内 低内损失低外补 在外边挣的钱 他帮补一下 我专业上面 我这个经济所得的不足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觉得也很悲哀 就我们的硬通货是什么呢 硬通货是流量 就你到最后 不论你干哪一行 可能你的衡量 你价值的标准是流量 那就很惨了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价值的 标准的一种单一化 如果我们就你说的 你可以以你所从事的事业行业 你的专业去获得 那么就等于说 他这个标准是多元化的 就像我刚才我在想 我们又讲电视剧 又讲演戏剧的 那你演戏剧的 可以拿戏剧的讲 演电视剧的 有金鸡 也有这个爱美奖等等 你在每一个领域 其实你都可以做到 你最高的那个认可 但是当你如果面对市场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转换 都是流量 那就是太单一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是必定存在的 也不用为了这个去要公平 你永远也做不到 你说这个 这个比如说他搞证券的 搞投资的 搞这些的金融的 他和一个做科研的 你说咱们付出了同样多 同样的付出 你得承认不同的行业 哪怕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 所得的 个人收入 必定是存在很大差距的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公平 还是不公平 但是你得承认这个 有些人 就是人做的选择 不单纯是为了 钱去的 就是我们今天呢 基本上把成功者都变成是有钱的人 这个就不好 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成功 对 过去你像俄罗斯 俄罗斯呢 诗人作家来了地位高级了 他有时候没啥钱穿得破一拉撒的 但是大家都在肃然起敬 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肯定是那个 有钱的人都被前呼后拥 你因为视频很沙沙 你能看到这些大佬出场的时候 都是前呼后拥 大佬出场 是吧 但你看过一个文人出场 前呼后拥吗 没有 但是我们对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大佬他对文化 本管是真的假的 他得表示出尊重来 因为他不敢不尊重 因为从历史上讲 文人的地位是高的 因为他是这个 不说这社会良心 什么都不说 他是你的精神支柱的创造者 我们的文化是靠日积月累 靠着前人的一点一滴 最后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 所以你再有钱 你可以出来鄙视一切 你不敢鄙视文化 我就没见过一个有钱人上来说 唐诗那叫什么宋子 他都不敢说的 没人敢说 真的 这边我也有同感 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华民族 还真是有这点 从这个朝善那边的这个乡村 一直到某个大经理 再也有钱的人 我见过的 就过去老说 就好像觉得这个文化 什么被瞧不起 被商业社会 怎么着 堕落什么的 我实际上感觉 但凡中国人对文化 还是有一份尊敬 他这个东西是由祖上来的这个东西 就觉得你是个读书人 知识分子 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个尊敬的 尤其是正面冲突 如果你今天我们可以测试 就是一个钱财 钱跟文化正面冲撞 你在公众的评判中 钱一定是走败仗 你肯定打不赢 你说我有钱就把你文化灭了 不可能 文化一出来 大家有钱的人都会特收敛 因为你蔑视文化 等于你蔑视祖宗 所以这事他不敢 真的是不敢 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今天又反过来强调 蔑视徐老师就蔑视祖宗 那不是 你落实到人了 就是说 你今天为什么重提国学 国潮 是吧 这个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曾经很深的批判过他 我们批判他的时间很长了 突然有一天 就觉得 还是祖宗那点东西好 又开始往回捡 你不是现在明显的是往回捡吗 我真的没见过 就中国有钱人我见多了 但我没见过一个有钱人 口吐狂言 就是蔑视中国文化 我没见过 相反敬重的多 对 那他不管是真的是假的 但他一定要表示出来一个敬重 所以文化的强大的力量 金钱是达不到的 这是社会上的一个共识 但具体到人 就您刚才说 如果真实落实到人 比如说一个丈母娘挑女 要嫁给有钱人还是一个大学教授 你命行不行 就是大家对这些东西 他的标准不一样 那有的国家 人家把诗人文人 印在钞票上 剑桥啊 什么牛津的这个教授 他可没有做买卖的 挣得多 收入很低的 对 就是但是他自己觉得 我做我这个教授 他一定有他的一方世界 有尊严的生活 这个有尊严 他不是奢侈的生活 是有尊严的生活 你像这样 他就能够抵御 去外边挣更多的钱 还有一个就是 你觉得呢 薛老师 也不是很难挣 是社会也不提供这种 语伦风向 什么样的人 可能他做什么事 我就记得 我那时候在英国 我就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也觉得教授们 我特别尊重 那特别精彩 然后呢 我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美国人 来给我补习 那个写作什么的 就是熟了 他偷偷 他就说 你没发现吗 这些学校里的人 都是什么人 社会上的loser 社会上的失败者 社会上不能混的人 才在大学 我说这当然是开玩笑了 但我觉得他 这个话说的很可爱 因为他自己 也是这当中一个 就是其实他 我觉得表达了一个什么 就我们社会上 需要有这样的loser 就需要 那大家都去挣钱了 大家都不做学术了 那 一军你觉得 现在年轻人当中 他们对职业 有没有体面这个概念 我觉得有 就说哪个更好的吧 会觉得做哪些工作 是体面 我觉得特别令我 惊讶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年轻人 越来越多喜欢去大厂 就是大的牌子的 就是大的企业 大的平台 我就我经常 跟我身边的年轻人说 我说我现在 你要跟我说这些 就是名头特别大的企业 特别大的平台 我说我真不会想去 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我会觉得那你耗在那儿 更多的经历是周围的人 不是你的才华 而是你跟周围的人事关系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就是我个人提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还是很羡慕那些东西的 就是我能跟这个牌子 结合在一起 一说我是某某企业 一说我是某某 他还是有一种荣誉感 或者有保障 有安全 有两个建议呢 我是很痛苦地给学生们 就是有两个建议 就是我实际心里是不认同的 但是为了他们的好 我只能劝他们 为什么呢 学生第一个会有问题 如果他选大学 他中学成绩很好 他选大学 他是选专业好的呢 还是选这个大学的名气大的 就是这个很多人 在高中的时候就要讨论嘛 那比方说 他查得出来 比方说某一个专业 我要读农学院 对吧 可是这个农学院 Cornel最好 好 那我要考Cornel 但是他这个成绩呢 他也可以进Harvard 那从专业职业的这个责任来说 我应该建议他选专业 这个你一辈子的事业 你的Cornel的农业是最好的 但是从现实的因素来讲 选有名的大学 因为出来第一份公司里面 他不大看你读的到底是哪一个学院 哪一个系好不好 除非你读研究生读博士 否则到他就看你这个学校 这个大学的名气 那这一条是我明知不对 我还和他们讲 第二条就更悲惨了 我一直跟学生讲 你要做好自己的专业 你做好自己的专业 成功了 赚多了钱了 出名了 这是最光荣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是这个 而且社会都是这样 是最理想的社会 跟他讲了 但是我也得给他说明 我们这一代 辛辛苦苦做几十年 赚的钱 不如买个房子增值的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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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